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投资并不等于买你的公司 很多创业者他有很多基本概念不足 导致于说他在跟投资人讲话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鸡同要强的情形 那所以说我们来讲投资是什么样的意思 投资并不等于买你的公司 买你的公司其实就等于把钱放进你的个人的口袋 请各位记得是个人的口袋 可是投资你这家公司是放进公司的口袋 这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很多创业者他在思考的时候 他会认为说我个人的口袋就是我公司的口袋 这种概念是不对的 那很多投资一直在强调这种概念 可是问题创业者他就不懂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他如果是要买你的公司 要么就你整个公司给他 这是第一种买你的公司方式 第二种买你的公司买你的部分公司 就是所谓的卖劳股的问题 卖劳股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股份可能是100 你出10%的部分我可以买多少 可是基本上来讲这都不是投资的概念 投资的概念是站在增资的概念 也就是说把这些钱放在公司的立场 也就是说公司需要这笔钱 他才可以走到下一个阶段 这种东西才叫做投资 那当然投资有其他各种不同的形式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讲的投资有时候会跟所谓的卖劳股会混同 混同的意思就是说同时会这两个同时并行 那为什么同时并行 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因为你没有钱 所以如果这家公司要增资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增持你的股份 所以他们就透过一个技术 就是两套技术一直走 就是第一个部分先卖你 先买你部分老股 那请注意这笔老股的钱不能进你的口袋 而是拿出来再投资 再投入这个增资里面 也可以说其实目的是在增资 可是因为你没有钱 所以才会去买你的老股 那你的老股这笔钱还是要放在增资 所以基本上大多数投资者在谈的投资 是指的是增加公司的股本 而不是把你原本的股份卖出来 那这东西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创业周期走在更早之前 那就会出现一个所谓什么叫做技术股出资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公司还没有出来 那人家要去评估你的技术股是多少钱 然后再来当然基本上在后续增资的过程当中的话 很容易考虑到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你到底是用债权增资 还是所谓用股权增资 还是你用可而转债增资 又或者你用一种所谓的SAFE SAFE我们今天讲它是一个术语 讲的是美国他今天在讲是 他现在投资你 那大家谈好 未来你上市的时候 或者你下一次融资的时候 你就以固定股权锁住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种新的股权投资概念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设计一种可转债的方式 可是可转债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 你今天要把它设计成所谓可转公司债 这重点 公司债跟个人债是不一样 个人债是你欠对方的钱 你公司倒了 无论如何你都要还了 这叫个人债 公司债的话 是以工资为主体去跟你借的钱 我们很多创业者 通常公司跟个人部分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概念是什么东西 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口袋就是公司的口袋 这是不对的 自己的口袋不等于公司的口袋 第二个部分 公司的债不等于你个人的债 很多人会认为说 公司的债就是我个人的债 那基本上基于负责 基于信用的概念 你可以这样去想 可是在法律 它是这样分开的 就是你个人的债 是你个人的债 公司的债 是公司的债 这些就是创业者需要补强的 基本概念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创业前途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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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